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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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劇場擔當兩個角色 就是舞台設計 有時做了服裝設計 另一個角色就是攝影師 先講講攝影師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收費去做攝影 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我 其實我是會做攝影 或者我的相片對他來說 可能不是他所要求的 所以我自己反而沒有壓力 因為我作為攝影師 在劇場裏不需要交代 我只需要在那一刻 將我很想在那一刻 當下裏記錄的東西 我自己按那一刻 我覺得是會很自在 當然有時我不會立即在往後看照片 我都隔了一段很長時間 譬如今次這個計劃 我才看照片 原來當時我用這個角度 這樣去構圖拍照 攝影師和攝影師是很大分別的 有時我大部分時間都將兩個角色分開 我進去做完設計的工作 然後我從一個攝影師去看這個舞台 我當作不是我做的 有時我都會說 為何那麼左 我怎樣拍 有時拍一些舞者的 close-up 後面為何有牆 我都有時會這樣去看那個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樣分開的時候 我會從另一個角度重新演繹 用攝影媒介演繹舞台空間 我會有一段時間周圍走 我是甚麼位置 角落頭、後台 總之很多人去不到的地方 我都去的 甚至乎上一條橋那裡 當時會發覺我會否有很多角度 其實你拍不到我才拍不到 然後我發現到你發現不到 後期我就固定 我也試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現在都是這樣 我只是一個位置 我不動的 可能我那個位置已經在我之前 已經決定了 我就在這裡追著那個舞者演員去拍 我發覺兩樣都有兩樣的好處 近期我喜歡固定 因為我們動得來的時候 那個很漂亮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反而我在一個位置 我看得再寬一點 宏觀一點 甚至我追到 都跟我的攝影器材有關係 因為我可以有軟鏡 所以我會追到一些比較細緻的東西 以前就不是 可能我只有一支鏡 你一定要走來走去才可以去找到不同有趣的角度 我想在我做攝影這麼久的經驗來說 我很多作品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很多時候我自己看 我自己去欣賞自己的構圖 為什麼我會在這一刻可以捕捉到 我剛才說有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我自己走來走去 另一個階段我固定 有一件比較有趣的情境出現 就是我走到不同的位置 當時他們的團團也會有請攝影師 他們會跟著我 因為他們知道我很熟悉劇情 他們都知道那個燈光或是那個角度 應該是不錯的 有一次他請了三個攝影師 三個跟著我 我去左邊又跟著我左邊 右邊前面後面 一直都是這樣 好像有一堆人 我帶著他走去走 但我不認識他 在攝影的經驗 這麼多年 第一我自己去做一個紀錄 由演藝學院到出來的時候 我去做紀錄 然後我再發現 其實我是可以在裡面做創作的 從那個意外 我自己去動動著攝影機的時候 我發覺這張照片 基本上是一幅畫 由這個我又再延伸到去 其實在這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我都有做紀錄 即使我有動的 我都會有做一個正規正面的劇場 面貌是怎樣的 然後我再去後面一個階段 剛才我說的 我自己去做的一些活動 其實挺影響我的 因為我自己在Facebook裡面 都要做很多宣傳 其實我都拍很多照片 全部照片都是我拍的 我發覺要令到一個人 他可以很平靜 就是靠照片 他能否通過照片 進去那個世界 再轉彎看另一個世界 所以我又發覺 如果這張照片要做到這件事 他不可以太複雜 不可以太多說話要說出來 他是一個引子 好像一道門一樣打開了 我要跨進去 原來是這樣的裡面的世界 原來那個世界我可以很安靜 所以這個又影響我 我自己在攝影裡面 其中一個階段就是 我拍攝的時候 是否都可以帶著一種比較平靜的心 又或者是我拍攝的時候 我自己都留多些空間 我覺得留空間很重要 包括了我自己的設計 因為我們沒有空間 其實觀眾是好像太直接要一些東西 要去灌輸給他 而我給空間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有個人的意志 或者個人的一種意識 他自己投入進去 然後結合了自己的想像 他也是一個創作 所以我覺得去到後期 我是越來越看環境 我拍了那張照片之後 可以令到觀眾怎樣可以 步進去 而在這個之後 又有一種照片 我自己開始幾有興趣去捕捉的 在劇場裡面我很喜歡捕捉人 開始 由空間我又去到人 因為我覺得人 其實是在劇場裡面最重要 最後我們站在舞台要說話 要傳遞信息 都是這群演員 這群舞者 我很想去將他這個動態 或者他那種整個情緒的爆發 在一個一下制裏 去將他收錄 所以我很想將這一刻 我和他一起去參與 我和他一起去經驗這個過程 結果在後期有很多照片 我是拍攝空間的 而我稍微喜歡拍攝舞蹈 因為舞蹈是很大的挑戰 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拍黑白照的時候 在那一年的白映期 我拍一些照片 就要拍一輛車 那輛車要高速走近 然後我追著去拍攝 我在那時候 有這個動作的記憶 所以這個記憶 令到我有一個基本的技術 去到劇場裡面 去跳舞的時候 他的動作很容易捕捉到 第二就是我很需要和他一起 因為即使我對那個舞蹈很熟悉的時候 其實他的動作 那一刻呼吸上那一刻 其實我這一下捕捉 還是這一下才捕捉 是很不同的 所以令到我每次看相片的時候 為何那一刻會捕捉到 我發現一件事 其實我不和他在一起 我就捕捉不到 我意思是整個精神 整個甚至乎我個人的身體 都好像進入他的身體狀態 我都是那個舞者 我就很容易把那個動態 變成靜態 在照片裡面 大致上說了 我有好幾個階段 我攝影的過程 可能未來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要拍劇場的椅子 或者可能劇場一個角落頭 但是在這個階段 我是對我覺得的表演者 我是很想進入他的心靈世界裡 去看那個表演藝術